大家好我是Paul 周到周英文引起度 世界盃要快要開打了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我也一直都不知道 大概在幾個禮拜前 就我在Netflix上看到 怎麼突然間多了很多有關於世界盃的紀錄片 或之類的 然後看看才發現 幾乎都是在探討世界盃 多麼的corrupt 非常的貪腐 可能是用很多錢 才讓這一次的主辦國 主辦地能夠拿到主辦權 所以卡達得到主辦權 好所以今天要講什麼東西 講到就是 因為他畢竟是個穆斯林國家 所以他禁止你在很明顯的地方賣啤酒 所以你需要把賣啤酒的地方 稍微側遠一點點 他沒有完全禁啤酒 已經算是很客氣的 我覺得 不過完全禁啤酒的話 大概會很慘 因為像很多啤酒商廣告或什麼之類的 會少賺很多錢我相信 And of course that's not good 我們都知道世界盃其實是一個高度 It's highly commercialized 的一個這個世界的體育盛世 Sporting event So World Cup Katar Tournament faces new edicts Hide the beer 所以他這個Tournament就面臨了新的edict 法令 政策 把啤酒藏起來 Hide the beer Alright 好 所以這邊 在講的是賣啤酒的這些地方 要被放到一些其他地方去 所以主要是白威 所以Budweiser 所以白威的英文名字叫做Budweiser Bud Budweiser 要被搬到一些這個 本來是在Stadium裡面可以賣 總共有8個Stadium 但是對不起不可以 所以他們需要把這個Station賣到 搬到一個less visible locations 聽起來蠻酷的 要到一些比較不顯眼的地方去 主要是因為他裡面這個皇家 他的Royal Family 你知道那邊都是一些酋長之類的 那不可以 Alright 其實我們這一課大概講的重點是 因為他這個新聞的寫作方式 都是用比較長的一些句子 甚至常常有一些段 這個段落 一整段就是一句話或兩句話而已 所以把這個長句子看懂 變得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一個看到的是這個 其實我大概只抓了幾個 比較特別的段落而已這樣子 好這個Rooted 所以這個決定 看起來是源自於什麼什麼地方 就是他的根源是在什麼什麼地方 所以主詞就是decision 我先把這一段念完好了 或者說這一句 因為真的只有一句話 So the decision to move the beer stations appeared to be rooted in concern that the prominent presence of alcohol at stadiums during the World Cup would unsettle the local population and thus represent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好酷 就一句話結束 所以這個決定 the decision是主詞 動詞就是看起來 so the decision appeared to be rooted in什麼東西 所以看起來是 是源根與 根源於什麼地方 好 但是後面還有一個 這個decision 後面有一個不定詞騙語 算是一個形容詞來修飾decision 所以什麼decision 來把這個啤酒站 搬到別地方去的 這個decision so the decision to move the beer stations 動詞appear可以了 appear to be rooted in concern 所以根源於這些憂慮擔憂 so appear to be rooted in concern 什麼concern呢 用這個that的詞句再帶出來 所以這個that的詞句 是個名詞詞句 算是裝在一個受詞後面當受詞不語 so the concern that 後面主詞是什麼呢 the prominent presence of alcohol 所以後面的主詞 好 詞句裡的主詞就是presence 這個詞 就是存在 所以明顯的存在 什麼東西的存在 酒精的存在 so the prominent presence of alcohol 酒精的存在 at stadiums 地方副詞 所以丟了一個 總之就是在體育館裡面的 那時間副詞再多一個 during the world cup 所以主詞結束了 那他有一些東西跟在後面 那動詞呢 就是would unsettle unsettle是動詞 是助動詞 所以酒精的存在 會把什麼東西給unsettle settle就是平靜 unsettle就是變得不平靜 所以會把local population 就是當地的這些人口 讓他們覺得unsettle 哇有啤酒可以買了 一般他們是很敬酒的 那你突然間說 現在要辦世界杯 到處可以買到啤酒 所以你會把這些local population unsettle他們 那這樣是不OK 所以and之後 這連結是連結什麼呢 連結的是兩個動詞 我們看到代表著 所以它會unsettle local population 以及也就會 and thus represent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所以因此就會代表著一個 潛在的安全上的問題 OK 所以你一直不跟你的人民喝啤酒 世界杯來了 你還要小心控制 不要讓他們輕易買到啤酒 否則你當地的人口可能就會作亂 就會有安全上的問題 我聽起來就覺得好累 你就讓人家喝啤酒會死 好啦 這或許批評是不對的 這是人家國家治理的方式 好酷 OK 所以剛剛那句算是比較長一點點 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把它看了一下下 再看一下 換一個句子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長的句子 它好像真的是有一句話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因為我在剛看的時候發現 This is the longest sentence 所以它只有一個句點 因為我有把字放大 所以看起來好像很跨很多行 這邊總共1 2 3 4 5 6 7 8 9 10行 所以10行的文字只是一句話 所以如果它有連接詞 可能是連接的兩句話 但總之連接詞連接的兩句話 你還有一句是主句 其中一句只是附加的句子 所以開頭的是 ever since 就自從 你知道 ever since 其實連接詞就是 since了 所以自從 fifa怎樣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這個句子就是 自從什麼東西怎樣 所以先加了一個主詞動詞 逗點後又是另外一組主詞動詞 而後面這個 就逗點後這個主詞動詞 才是這句話的母句 另外一個是兒子一樣的搭載著它這樣子 所以看到一個句子 這樣子開頭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腦袋已經先去 像是有一個地圖一樣 然後你已經知道 那個地圖大概怎麼走了 就你能夠像一個鳥看圖一樣 先能夠去理解到 我這個地圖大概該怎麼去approach它 所以我看到 ever since 我腦袋心裡想的就是 你可能先給我一個句子 然後一定出現一個逗點 逗點完之後另外一個句子 這是我目前先入為主的一個 而且一定正確的一個approach 除非你的 ever since 是接一個名詞而已 但也沒關係 因為 since 也可以當作介系詞 所以也可以是 ever since 名詞 逗點後還是主詞動詞 所以我還是會等逗點 逗點完主詞動詞 這個就跑不了 所以 either one 所以我對於我接下來走的 這個rolemap 已經有了基本的概念了 所以我現在就往下看 So ever since FIFA awarded the hosting rights to Qatar in December 2010 所以這裡有沒有主詞動詞 有 FIFA是主詞 動詞就是 awarded 所以自從FIFA 就是 award 你可以理解為這樣頒獎或之類的 所以他把主辦權頒給了他 所以這彷彿像是個 award一樣 所以這個動詞 我們不質疑他 很ok的 So ever since FIFA awarded award什麼東西 售詞就是主辦權 the hosting rights 給了卡達 在12月就2010年的時候 所以已經12年前了 這麼久以前就決定了 我都不知道 我還以為他們像奧運會的主辦權 都是這一次的辦完之後 下一次要在哪裡辦 是這一次的閉幕典禮的時候揭曉的 我沒記錯應該是這樣 好像也不是揭曉 只是會給他一點點preview給大家看 因為我一直忘不了 就是在巴西結束的時候 突然間那個時候 日本的首相是誰 死掉的那個安倍 突然間用瑪莉兄弟水管的方式 噗噗噗出來 在他的奧運閉幕會上面 我真的覺得那時候太有創意了 太棒了 只是可惜因為COVID的關係 所以東京奧運並沒有辦得很盛大 其實真的蠻可惜的 好anyway這題外話 所以鬥點後 你剛跟我說對不對 鬥點後才是真正母劇的注視動詞 所以自從FIFA把hosting rights給了卡達之後 鬥點主持動詞 the organizers have grappled with 後面這個東西 所以主持就是organizers 所以主辦方 他們就一直跟後面這個東西 在糾纏著 仿佛在摔角角力著 所以grapple這個字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跟什麼東西角力 那他的售詞 他需要接一個with再加售詞 所以他算是個不及無動詞 so the organizers have grappled with 那with what 那後面接的是balancing 那你知道balancing叫平衡 所以平衡什麼東西跟什麼東西 你可以想像平衡兩件事 so balancing x with y 所以你可以想像後面接了一個名詞 又加一個with 再加一個名詞 事實上我覺得用and也可以 balancing x and y 但他用的是with就是了 我剛應該先把這句子讀一次 不過我們先把它講完也無所謂 所以他們一直跟什麼東西角力著呢 就是平衡這兩個東西來角力著 so the organizers have grappled with balancing so balancing後面第一個售詞 the obligations they sign up to fulfill 所以售詞就是obligation 就是義務 什麼義務呢 就他們你願意辦 所以你就得接受這些義務 so you sign up for這些義務 right so the obligations that they sign up to fulfill so you fulfill your obligations you sign up to fulfill your obligation 好這沒問題 所以其實這邊有躲了一個形容詞字句 只是它的售格不見了 這個大概被省掉了 那這些obligation包括一些什麼呢 所以這個句子很簡 他用了一個hyphen跟hyphen把它包起來 來就是介紹一下 這裡有些什麼obligation 所以hyphen後 including the sale of alcohol and providing promotional space for Budweiser 所以包括著賣啤酒 the sale of alcohol 所以它的義務 包括有賣啤酒 以及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提供Budweiser 行銷或者是促銷的地方 所以你需要有一些什麼sign 可以需要 例如說在馬路上公車上 什麼這些的 可以有些廣告招牌 什麼這些的 就是你要提供promotional space ok 所以including A跟 B 所以這就是它的obligation including the sale of alcohol 剛剛說過了 and providing promotional space for Budweiser 第二件事情 In case你不知道Budweiser是什麼 所以它用一個豆點 然後再把Budweiser是什麼補充出來 所以豆點後 你也可以想像本來有一個which is so promotional space for Budweiser which is one of FIFA's biggest sponsors 所以它是FIFA的最大的贊助商之一 好 想補充一下它 所以這都是補充東西的概念 所以這裡另外一個提到就是 為什麼這裡用hyphen 而不用 我們知道其實豆點 豆點也可以是補充資訊 為什麼呢 我因為它在Budweiser後面 又多了一個補充 而躲在裡面的補充用的是豆點 所以為了for the purpose of clarity 它就把外面兩個的豆點改成了hyphen 所以這都是style的一種 增加clarity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看一下 也學一下下 人家是怎麼寫長句子的 好 所以OK 所以但我們現在回到剛剛講的 它是在balance obligation 跟另外一件事 只是把obligation的部分 用了很多的東西來去補充 讓你知道所有的obligation是什麼 腦袋剛剛應該都裝進去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覺得 讀英文的長句子就是你腦袋那個短期記憶 够不夠 OK 那個記憶體要足夠才可以 否則你現在已經迷路了 所以在提醒你一下下 in case你已經迷路了 所以主辦方 他們正在跟一個東西角力著 Right So they have grappled with with what 平衡 A and B 平衡什麼呢 A是什麼呢 obligations So balancing the obligations they sign up to fulfill 那obligation是什麼呢 就是剛剛說的啤酒相關的東西 那with what 所以hyphen之後 so balancing 剛剛講的啤酒方面的東西 with with後面的受辭 所以第二件事情出來了 so balancing A with B 那with後面就是concerns about 後面這件事 擔憂 所以受辭是concerns concerns about what upsetting a domestic constituency 所以你會惹怒 惹怒一些國內的constituency constituency怎麼翻 有時候翻譯成選區 所以你是一個什麼選區 例如說我住在智利里 中立區智利里 所以智利里就是我的constituency 好所以upsetting a domestic constituency 那這個constituency 就是他們一直處於一個這種文化衝擊中 那文化衝擊就是 反正啤酒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不ok的東西 這就是他文化衝擊了 so the constituency that has shaped at some of the culture clash inherent in bringing a traditionally beer-soaked event to a Muslim nation 後面這個還真難翻 所以這個constituency 他們shave的這個東西 這個shave你注意我不是講shave shave是剃鬍子或者剃毛 剃毛髮叫shave 剃頭也可以是shave 那是VE結尾 那這個字的翻譯是shave ok C-H-A-F-E 它的意思是摩擦 什麼磨擦 就假設今天我這樣一直撕我的皮 撕到它有點紅腫 這個就叫做shave 所以我這邊有查一下這個definition給你看 所以shave的意思就是 make or become sore by rubbing against something 所以你一直去磨一個什麼東西 磨到它有點點酸疼了 那個叫做shave 那或者如果說你去摸摸一個東西 是為了摩擦深熱 讓你自己有一點保暖的能力 so if you rub a part of the body to restore warmth or sensation 這個也可以是shave 所以也是有正面的意思的 那再來下一個 就definition跟第一個差不多 so if you wear or damage so it means the wear or damage that's caused by rubbing 所以要是你去磨到它受損了或之類的 也可以去shave的 好所以回來這裡 所以他說講了 就是你會upset 就是你的當地的constituency 這個constituency 就已經對於後面這件事情 是已經有摩擦到不太爽了 大概是這個概念 so that has shaved at some of the culture clash 所以他已經對於這種文化衝擊 有點摩擦到不太爽 那這個文化衝擊是什麼呢 這個文化衝擊就內建於 這個運動賽事 好 那我剛剛也講過了 就是這樣的運動賽事 一定要喝啤酒 對不對 OK 所以這個 所以那對他們來說 就是一個文化衝擊 所以the cultural clash inherent inherent這個字 我們講過好多次 就內建的 inherent in bringing a traditionally beer soaked event 所以內建於一個什麼東西 內建於一個 你把一個傳統上來說 就是塞滿了啤酒的一個活動 帶來到一個穆斯林的國家 so bring in a traditionally beer soaked event 這個詞還真的很酷 就被啤酒泡得滿滿的的一個活動 soak這個字就是浸泡的意思 so beer soaked event 帶到一個Muslim nation 好 所以他們必須要平衡的就這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承諾啤酒商我會讓你好好的做promotion 我會讓你好好的賣啤酒 可是需要平衡的就是當地人對這件事情得不滿 我好像剛剛講這句其實也就夠了 我講那麼常幹什麼 好 那我們把這句很完整的讀一次給你聽好了 所以, ever since FIFA awarded the hosting rights to Qadar in December 2010 the organizers have grappled with balancing the obligations they signed up to fulfill including the sale of alcohol and providing promotional space for Budweiser one of FIFA's biggest sponsors with concerns about upsetting a domestic constituency that has shaved at some of the cultural clash inherent in bringing a traditionally beer soaked event to a Muslim nation 這只是一句話 句點在最後面 OK 剛剛念的有些地方卡卡的 不過那就抱歉了 好 所以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大家其實也算是功德圓滿了 所以這個新聞我覺得寫得不錯 它能夠把這麼複雜的這麼多概念 全部pack在一個局子裡面 真的是蠻厲害的 那也希望能夠教導你點什麼 能夠啟發你點什麼 讓你以後寫英文的句子 說不定也可以沿著方向寫 所以其實我有把這個句子 剛剛那個句子 稍微把它整理成一個這麼簡單的版本 so everything is主詞動詞 主詞has grappled with balancing x跟 y 你看把它寫得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句子的骨頭骨架 所以我們在寫英文句子的時候 我們就先把骨架想好 然後再把肉填上去 至少這是我寫作 我相信也是很多外國人 母語人是寫作的一個方式 不見人是講話的 因為講話有時候 雖然說你講話也可以先想好骨架 再塞東西進去 可是這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夠 讓這件事情變得是flow的很快 幾乎是一個 就the ability to construct sentences on the fly 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 but it's something worth trying 所以 it's something worth working on maybe I should say 所以你要能夠work on這個東西的一個方式 就是這有點扯遠的扯到到底英文該怎麼進步 我覺得你如果有辦法慢慢去多吸收一些很固定的collocation的一些片語類的東西 你就可以不自覺的當成是在你的骨架裡面填上去的那些肉 就是這些常見的一些phrase一些collocation的那種比較phrasal verbs動詞片語 或者是一些這種形容詞片語adjective phrases或者是複詞片語或這些的 甚至複詞字句或什麼這些 所以直接你如果把它能夠隨時口袋拿得出來 你就可以腦袋中先construct好你的骨架是什麼 然後就把這個肉隨意的填進去 好這個有點扯遠的 anyway到這裡大概差不多了 那有些什麼comment下面可以留下 那最近有些新的同學新的觀眾 那很歡迎來看這個頻道 那要是有些什麼想要看的東西也可以留在下面 那我都可以想辦法去找來做 OK我是Paul我們下次見